欢迎收看《日夜有楼看》 我是吴彩盈 一手推盘步伐没有放缓的迹象 但是新界区就有两个新盘正面增锋 经历过同日的开售和家推 都同时做到职日沽程 新地旗下屯门Nofoland第一A期 和恒地旗下粉岭北One Innovel Archway 在过去星期六同一日买楼之后 在星期三再度正面交锋 其中Nofoland第一A期 第三轮公开发售139伙 和One Innovel Archway 次轮公开发售182伙 两个项目开售几个小时 都已经全数沽清 在Nofoland第一A期第三轮开售前夕 发展商在前一晚的深夜 上载同系列第一B期的楼梳 全盘涉及800伙 实用面积介乎220-1464呎 标准户型涵盖开放式至3房 主打2房户 占大约3成8 另外有44伙特色户 设有标准户母的4房单位 只有10伙 全数都是顶层连天台的单位 仔细看看单位开积 其中一座有一边单位开积斜向东南方 令到第三座D-H室都有斜开的圆关 相信是为了令警官不要对正第二座 而是望向会所内缘和泳池景 其中D室面积403呎 一入屋是一个不规则形状的圆关 走入点就是一字形的开放式厨房 厨房的走动空间对正小睡房的门口 这间房大约40呎 主人房比较大大约65呎 长营客饭厅就大约140呎 外连22呎露台 再看最小的标准单位 来自一座G室 实用面积242呎 入屋是大约20呎的圆关 左边是L型浴室大约30呎 不设窗户 右边是凹位 相信发展商会附送储物柜 走入点就是开放式厨房 剩下的厅区空间大约100呎 外连22呎露台 另外已经远消多时的大布林海山城 终于有新部署 星期三上再销售安排 将会在下个星期四招标59火 包括57火分层单位和两座阳房 项目由欺慎轻业和香港轻业合作发展 全盘提供262火 即是已经推出大约两成二单位 无线电视何止山报导 转体下二手市房仍然未见好转 多距离再录得涉样的个案 自从估计本港下个月有机会跟随美国加息 加上经济前景仍然有不少变数 个别看淡后市的业主 不惜涉样或者低于市价 亦都要卖楼套现 其中港岛南筹屋苑太古城 就再录得涉样个案 单位来自宜山各高层F室 实用面积685呎 三房开积向南 原业主早前开价大约1350万 不过要辨转减价超过140万 才获得买家承接 若果以原业主在2019年的买入价 1420万计算 账面已经要蝕超过210万 连同洗快的话 估计蝕超过290万 在新界区的业主部分亦都要面对现实 马安山营海星湾20座一个年平台的 低层特色两房单位 实用564平方尺 原先叫价970万 获得买家摄合之后 双方同意以948万成交 实用赤价大约16800元 单位原业主在2017年 以近972万买入 持货5年 单位已经贬值2% 未计洗肺 离场要涉近24万 无线电视李希同报道 受疫情拖累 甲级写字流空置率近年有所上升 不过在中环就即将有 全新大型商下供应 中环甲级商下新供应一向紧张 不过春年将会步入供应高峰期 两堂大型商下将会相计落成 总共提供超过100万呎 等同于半堂国际金融中心二期的楼面 其中长实旗下位于下角度10号的重建项目 正式命名为长江集团中心二期 楼高41层 总面积达到55万呎 预计在春年落成 由发展商提供项目设计图片 可以看到建筑物原用番系内的 长江集团中心玻璃幕墙外贸 和方正设计 大厦位于临海地段 具有全海景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 县指前身的和记大厦楼高只有23层 但新建商下楼床就高出近一倍 高度接近位于花园道的中银大厦 令到这一堂中区指标商下部分海景景观 有机会受影响 除了长江集团中心二期 恒地在区内的甲级写字楼The Henderson 也都将会在相近时间落成 项目楼高190米 总共提供大约46万5千呎的楼面 恒地在2017年以超过232亿投得地皮 打破了当时本港官地造价的记录 现时项目正在预租阶段 租户包括拍卖行街市德 和国际投资公司海雷投资 租用作为集团在亚太区的总部 至于恒地在区内另一个大型发展 中环海滨商业地王 总共提供大约161万呎楼面 其中作为写字楼面积就有大约66万呎 并且会分两期发展 分别在2027年和2031年完成 成为区内长线新供应 我们去到第二季尾都是呼吸纳粮 当然啦 次次越来越多的落城 不单单中环 我想整个香港 今年和明年加上差不多有800万呎的供应 中环都是很多 如果这个市场真的复苏 或者真的开始有多些客户 再来开关 中环其实我是自己看好的 对中环来说我反而不担心的 但是你说租金会不会突然 突然间灰形反达不会 因为始终真的突然间这么多位 但是我想慢慢随着时间 这些新的高质素的大厦 都会有它的很强行 另一间顾问行来方就表示 随着中环商下租金 比2019年高峰期回落近三成 也都吸引一批已经迁出中环的公司回归 大动需求 先约一会儿 回来自业有法 请来律师讲下 临时买卖合约当中 哪些条款可以经买卖双方自行离定 回来节目时间 为了保障买卖双方 准卖家和业主 在进行住宅物业交易的时候 一般会先签订临时买卖合约 当中哪些条款可以经双方自行离定 听下律师怎样说 买卖住宅物业过程繁复 需要经历多个程序 当准卖家和业主双方都有交易意向 就会进入第一个程序 即是签订临时买卖合约 过程当中 一般会由地产代理协助买卖双方签订临卖 先说临时买卖合约的作用 其实买卖物业不论是住宅又或非住宅 其实最主要的文件是有三份 一份叫临时买卖合约 一般会在14天之内 就会签个正式买卖合约 而在正式买卖合约的一个月至三个月之内 就会签出一个楼契 就正式转让业权 临时买卖合约的作用在哪里 如果是业主和买家都认识的 或者是相熟的朋友或者是邻居的 很多时候临时买卖合约 都可以不用签的 就直接去律师楼那边 签个正式的买卖合约就可以了 但是为什么又要临时买卖合约呢 就是第一 买家就想找个单位 但又不知那个屋苑 就算心仪的某个屋苑都好 他又不知哪个业主放盘 哪个业主不放盘 反过来业主想放盘的时候 他也不想贴街招 很多地方都不给贴街招 还有免得人太白肿 他都希望经过地产代理那边 就放售盘 也都可以有些很基本的东西 就由地产代理那边 就叫过滤了 那变成了 临时买卖合约在香港是很普遍的 也就是说它有商业的价值 律师说 目前法例对临时买卖合约的格式 没有一定要求 只要填寫好一些必要既定的资料 合约就具有法律效力 当中合约中列明的订金金额 理论上都可以由买卖双方自行决定 假设用了地产代理去签个临时买卖合约 一般地产代理都有一些预定格式的表格 暂时香港是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间地产和那间地产代理用的 临时买卖合约都略弱不同 大致上都是有几样最主要的条款 一定要有的 就是业主的名字 究竟一个还是两个 或者公司的物业就是业主的名字 第二就是买家的名字 当然 当然需要是物业 连不连车位 连不连平台 连不连天台 这些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第三就是楼价 楼价 通常大家都协议了一个价钱 然后支付方法 通常都是小订 大订和尾数 小订一般是3至5% 亦有时付得多的话 10%我们都见过 接着就去律师楼的时候 就签个正式买卖合约的时候 就给个大订的银码 现在常见的都是 小订加大订加上10% 当然有些时候 买家都怕业主会反费的时候 就会有两种方法 可以加到临时买卖合约那里 就让业主少点有因去不买 或者反费 其中一个就加大了临时的订金 例如普通都是3至5% 他可能会给到一成或者两成 那就是说如果业主要反费 不卖这个物业的时候 他陪他双倍订商对银码就大很多 既然银码这么大的话 就少点有因 令到业主会费药 除了订金条款之外 临时买卖合约当中 还有一个称为必买必卖的条款 买家在签订的时候需要留意 如果没有这个必买必卖的条款 其实地产代理的临时买卖合约 是一个冷静期 是一个退出的机制 两边都可以退出 如果一般14天之内就要去律师楼 签个正式买卖合约 如果业主反费的时候 他赔回或者交原本的计定 再赔偿一个等额的细定 俗称我们叫双倍定 其实都是单倍的 因为之前业主收了一个临定 然后拿出来 再赔回一个等额的临定 俗称我们叫双倍定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都是一个 有因叫业主不要去毁约 但如果市有时变化得很快 很短期间之内 已经升了成一成的话 有机会业主都会反费的 或者一些地产代理 或者其他地产代理都会怂恿他 不如你撻订 或者一般我们叫做费约 然后再签个新的 临时买卖合约 新的买家会给多些 给高些的楼价 盖回你的 赔回你的 这种损失 但原来除了这些条款之外 买家都可以与业主商量 为物业买卖设立一个冷静期 就说如果他 虽然签了个临时买卖合约 但发觉和家人商量过 或者银行那边说 借不到那么多钱 你那个入息那些东西 又过不了压力测试 或者能够借一个小的金额 或者那个买家 准买家都找不到尾数的话 可能觉得上会又辛苦 或者根本都做不到上会的时候 那买家都可以退出 而退出的机制的时候 他给临订 就会被业主完全没收了 而一般标准的 临时买卖合约都会写明 赔订或杀了订之后 其实相对上 对方就不能再追讨 过错一方的任何损失 那这一般大部分的地产代理 里面的临约都会有这一句 所以如果是想着 业主又怕买家走去 买家又怕业主走去的时候 大家可以写必买必买的时候 那就会查了 赔或者是赔订的 那个小订的那一句 就会取消了 律师提醒 买卖物业属商业决定 首次置业的买家 一定要谨慎处理 尤其在签订合约之前 应该先考虑自己的财政状况 如果是第一次买楼 又未去过银行那边申请按揭 他也打算要找按揭 他也要最好 其实还未签 临时买卖合约之前 先找自己的银行 就说这个楼是600万或800万 我入息多少 银行那边可不可以借到钱 给我去 譬如是九成的 去买这个物业 压力测试我过不过 还有银行估不估价 继续担保人 其实准买家最好未签 在临时买卖合约之前 已经搞好财务安排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你签了临约 到时你给大定 签了正式买卖合约 发觉到上交易的时候 才借不到钱的话 那就很慌张了 律师说 业主会不会给准买家 延期付款 纯束个人决定 理论上 业主可以无情说 要求准买家继续执行合约 因为业主未必给你延期 你也找不到其他的资金 或者银行那边 借不足 你要那个金额的时候 你就会被业主 就会杀大定 和追赌差价 竟然要赔业主那边 经纪佣金 所以这个责任那么大 买家一定要找清楚银行 搞清楚他上会 是没有困难 当然以前已经做过银行 银行都批准过的 现在再买第二个楼 或者楼换楼 相对上他又比较有信心 想着现在的收入 比以前更稳定 银行借钱 就不困难 但就算以前做过都好 因为银行的贷款政策 始终都会有变的 或者压力测试 即加三厘 可不可以过关 很多时候都要 你重新做一次测验 稳定一点 你确定了 你才能签 那个临时买购合约 另外在签临约之前 其实买家都要留意一下 一签了之后 基本上 那份临约 如果写边买边买 就有约束力 就算没有写边买边买的话 你要反悔的时候 你都可能不见了 临时的订金 都没有人会想的 有件事发生 所以最好之前 他都搞清楚 他买这个单位 他有没有额外的要求 而这些要求 在一个标准的 地产代理的 临时买购合约里面 是见不到的 浅瑞湾地段矜贵 海景单位比较罕有 今集介绍的租盘 就是其中之一 景观有多特别呢 单位的开迹和保养又是怎样 在浅瑞湾环境寧静 景色二人 远离城市返萧 当区住宅密度低 属传统豪宅集中地 向来受不少城中名人称来 来到浅瑞湾到37号 屋苑在1994年起入伙 总共有三座 合共提供137伙 户型以两房至四房为主 实用面积介乎840多尺至大约4100多尺 现在有六个放盘 叫租7万3千元至超过12万 参观一个中层三房 实用面积1,227尺 入屋就是曲尺大厅 没有缘关 客厅程长营 地板保养新井 扶车到顶电视柜 方便租客储物 另设假天花连吊灯 看来业主都花过心思设计 客厅有窗、大露台 光线冲雨 到露台看看辽阔的海景 感觉舒适寫意 单位客饭厅分明 饭厅长身订造大镜 增强室内空间感 有条件容纳多人餐桌 厨房入口切于饭厅 厨柜款式实用 扶车两边工作台面 处物和备餐空间充裕 有炉头、抽油烟机等家电 整体保养良好 单位有条长走廊 连接三间房和浴室 先参观尽头的主人房 面积大约370尺 绿尺窗外望海景 另切入墙式衣帽间 收纳空间充裕 肚子有窗 有座空气流通 扶车其缸 虽然整体设计比较旧色 但保养也不错 另外两间房已打对各排列 靠近主人房的这间 面积大约150尺 同样外望海景 开直视镇 订造了大型到顶衣柜 剩下的位置 再放单人床都不成问题 至于另一间房 主要外望翠绿山景 房间面积大约130尺 业主善用窗台 可以用来做工作桌 颗翅以白色为主色调 墙身有几何图案 作为装饰点缀 虽然内拢不算大 但腐切浴缸都有窗 单位现时叫租7万6千元 以业主1994年924万的 买入价计算 租务回报率近10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